这个是准备做豆浆用的黄豆 平米的水大概也就是二百多二百三十毫升左右 用这些水头一天的晚上将黄豆勤泡 好就这样泡上就可以了 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看一看做这个豆浆 这个豆浆呢是昨天晚上就是我已经把它泡好了 泡的有一点多因为豆浆呢我们家就是只有老爸一个人喝 所以说我只用一半的这个豆子 倒入一半的豆子 水放入三百毫升 一瓶是五百 差不多三百就可以了 然后打九十秒 高速打九十秒以后的豆浆呢就打好了非常的细腻 同时准备一个两层的纱布用来锅滤的 倒入一个深一点的锅里 煮的时候呢就是要把它们刚开始的时候呢用大一点的火 只要不让它铺出来就可以了 最好呢是豆浆呢这种东西呢豆子会有一种特殊的那个味道 是因为它有特殊的成分在里面这个豆浆呢一定要煮的开煮的时间稍稍长一点 特别是呢要让它的底部稍稍有一点焦糊 这样的话呢它的那个豆香味呢才能串进豆浆里 开始的时候呢大一点火让底下有一层小小的糊 这样的煮出来的豆浆才会更好喝 这个豆浆就煮好了 那么煮豆浆的要诀呢是一定要记住啊不是不让它糊 而是让它稍稍有一点糊 看看这个边上的这个部位啊 一定要让它有一点点糊 这样煮出来的豆浆呢有一点点淡淡的黄色 然后你就会可以闻到很浓郁的豆香味 只有这种办法才能让豆子更香甜 好了一杯香喷喷的豆浆就可以喝了 这个大概是出了300毫升的豆浆 谢谢大家 i get lost in you i get lost in you